读经呢 读经就看智慧了 读不懂不要去想它 不要去研究它 你想它 研究它错了 老老实实念 一遍不懂再念第二遍 二遍不懂再念第三遍 一遍不懂再来一遍 十遍不懂再等十遍 总有一天火然到了 为什么呢 你这样老老实实念 就是修定了 定到一定的程度 智慧就现象了 智慧现象就是豁然到 所以这个会是从定生 那个会开了之后通了 不但一步进了 五步进就通 我常讲不但佛经里通了 这世界上所有宗教经典 你展开的看全通了 怎么通的呢 清静心通的 清静心就是成定 所以我们每一天读诵天经 是修什么的 修定了 我常讲的 我常讲的 戒定会三许一词万臣 我们天经 规规规矩矩矩 公共进进的 这就是持戒 直接是守法了 心里头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那就是修定 不要去想经文什么意思 一想定就没有用 戒定会就破掉 不要去想 老老实实念 念的一个字没念错 一句没念错 这个就是会 这个方法分一场好 可惜现在人不懂得 现在人不肯这样做 这就是会讨论的